這起黑心搜水油事件爆發之後 很多糕餅業者不敢再用豬油了 敢用進口奶油作為替代品 只不過這樣子一來 成本要貴上5倍 而且現在更傳出 進口奶油嚴重缺貨 部分南部業者根本就已經買不到了 很難過 不知道要怎麼去面對我的小壞者 台北離籍老闆娘聲淚俱下 向顧客道歉 因為店裡賣的芝麻肉餅也染上了搜水油 黑心搜水油風暴 少到不少知名糕餅業者 因此部分店家不敢再用豬油 敢用替代油 只不過用棕櫚油代替不夠香 如果用人造烤蔬油又不健康 因此進口奶油成了第一選擇 替代的油當然有 就像我們一般所說的奶油 英文叫butter那種 但是奶油基本上 我們國內比較少產 主要是仰賴進口 所以它的價格是比較貴的 同樣說25公斤的油 進口奶油的價錢就比豬油高了5倍 且不像豬油放常溫保存就好 奶油得冷藏再解凍才能使用 製作出來的糕餅 口感也和一般傳統的不同 因此使用的業者少之又少 它的過程的把關 國外進口到來到我們這邊 應該有超過3、4層的檢驗過程 所以說他們的品質當然會比較信賴 只不過在收水油風暴下 這款進口奶油已經傳出缺貨狀況 南部有業者一度叫不到貨 實際上問題連環報要怎麼在品質和成本中 取得平衡 考驗 業者良心 運電TV 德育李宗憲 台北報導 請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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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